中文字幕 李宗盛 约为140亿左右 这么多的槟榔 全部被放在路边 随处可见的槟榔摊销售 这也形成了 台湾特有的槟榔稀释现象 但是 令人忧心的是 这个过期以来 属于早期祖先 遗留下来的饮食文化习俗 如今却是 国人健康的一大杀手 联合国卫生组织 IARC 已正式将槟榔子 列为第一级致癌物 从我们的实地访问中 许多槟榔业者 面临营运成本提高的 压力及市场萎缩 或者也有业者 基于贩卖不健康的东西 这样的心理压力下 他们开始思考转型 资金也有问题 家里的负担 都要付 转型的话 金流有一点差 你当然有在考虑 慢慢要把转型改过 现在有在转型改过 转型的方向 你有太过还是太清楚吗 有啊 反正我专行 如果有更好的 我做朋友我也会 那你在说更好的意思是怎样 是什么感觉怎样好 因为你改行 通通改的时候 你如果慢慢要到改行 一般我们以前还要跟我们做 对啊 中方行业的啊 当然 慢慢要改 不可以我们一个就改革 对啊 因为我也是爱成熟啦 嗯 我也很会 啊 我们好生和我们孙 我也是爱过去的啊 极限让他们 感到 说到拍照的事 收鱼肉 对啊 你没有收鱼 要什么 隔音療、農商品、極膳 像我們廟的、廟的、廉紙、做什麼 你都去問過 有啊 最近,我們學生和我們孫子都有工作 我們做特別的生意 我就會變成人縮起來 從設防者的心聲中 本來發現要幫助他們轉型 需要相關單位更多的關懷與協助 如同他們所說的 他們面臨轉型的資金問題 以及轉業的職業訓練 是的 要從賴以為生的檳榔攤轉型 一下子失去了穩定的收入 這對他們來說的確是一大挑戰 政府如果能有完整的配套措施 給他們更多的協助 或許就能讓檳榔的危害 降到最低